大家好,欢迎收看QueenKi厨房 今天和大家一起煮这个清热解毒又不会苦的花旗心汤 处理花旗心一定要正确 否则两个功效完全大相径庭 一个是提神活血,不适合血压高的朋友 今天我做这个清热解毒的汤 大人小孩,任何人都适合喝的 材料方面,肉可以选择猪腱,猪颈骨 又或者连骨去皮的鸡胸都可以 香港的朋友用肛水,比较燥热,最好不要用猪骨 外国的朋友,饮用湖水,比较寒凉 用多少猪骨都不怕,煮些汤会更甜 首先猪骨出水,洗净 其他材料用盐水浸泡然后洗净 无花果,小心钉藏有虫 花旗心就要值得说的了 有些花旗心买回来,钉还没剪 钉可以浸泡后剪开 流泡泡花旗心水,提神 熬夜的时候喝就最适合了 但血压高的人士记住不要喝太多了 收紧 红萝卜去皮洗净 6条大约半磅红萝卜 令整个汤甜 又不会失去药效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会用电子快煲 都可以做到明火灵汤 将所有材料放入电子快煲 里面有6条红萝卜 5条幼身的花旗心 如果粗身就用2条就够了 10杯水 3汤匙蓝杏 1茶匙不幸 4粒毛花果 猪颈骨洗净出水 2磅半 3封一整套 19净 2》2分钟 3分钟 3分钟 2分钟 3分钟 3分钟 時間到後開蓋,隔離所有肥油,然後適量放鹽 花旗心煲紅蘿蔔,清甜好味一點都不苦,清熱解毒,熱氣出青春豆的朋友有夠啦 這個湯非常溫和,平時飲用都沒問題,以後大家都知道如何處理花旗心啦 請大家多多支持,按有下角的訂閱鈴鐺,開始免費訂閱Queen記廚房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啦! 訂閱鈴鐺,按讚鈴鐺、按讚鈴鐺 訂閱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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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鈴鐺